科普,SY软件是什么? 很多新用户只知道有一款绘画软件叫做SY或SY2, 而并不知道它的全名称叫什么。 SY是由日本SystemX公司开发的一款绘图软件, 全名称为EasyPaint Tool SY。 SY绘画软件对比其他绘画软件, 最大的优点就是轻量化、小巧。 但功能却毫不逊色, 尤其是谁彩笔混色效果, 手绘感特别流畅。 在电脑配置很低的情况下, 几乎不会感觉卡顿, 接近零延迟。 SY软件界面简洁、干净, 新手容易入门, 网络上免费分享的教程也很多。 这就是SY绘画软件大名鼎鼎, 一直受欢迎的最大原因了。 那么,用SY画画为什么会如此丝滑流畅呢? 这是因为SY直接调用内存作为缓存来绘画的机制。 不同于其他绘画软件, 它们大都是使用硬盘空间作为缓存, 而内存的读写速度比SSD固态硬盘还要快几倍。 所以,SY能实现所画即所见, 感觉瞬间就完成了。 当然,SY完全调用内存也有一定的负面情况。 比如,当你建立的画部较大, 或建立涂层越来越多时, 内存被占用得很高, 几乎满时, 系统就会弹出各种提示了。 内存不足会导致SY软件崩溃闪退。 此时请尽快整理合并涂层, 保存画稿。 那么新手使用SY还是SY2, 哪个更好呢?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SY是SY第一代软件, 是十几年前开发的产品了。 原作者早已经停止更新维护, 他最高支持Windows 7系统。 目前,作者正在开发SY第二代版本, 简称为SY2。 想必已经很多人早已经使用SY2了, 因为作者于2006年就发布SY2了。 但截至今天2021年, 还未发布正式版, 他还是开发预览版。 这似乎是日本人的严谨性吧, 非要足够完善才会发布正式版。 简单总结, SY2突破了SY一代的性能限制。 支持高清屏显示和无限制笔刷数量。 支持大于4G以上内存。 自动保存画稿等诸多便利的新功能。 具体的区别, 我们制作了对比表格。 请大家暂停视频, 截图保存查看。 主要区别为以下五点。 第一,SY2支持高清分辨率屏幕, SY不支持。 第二,SY2是Unicode编写的程序语言, 不会出现乱码,SY会经常乱码。 第三,SY2支持调用4G或以上内存, SY最高仅支持4G。 第四,SY2无限制笔刷数量, 可将笔刷分组。 SY最高支持64个笔刷, 不支持分组。 第五,SY2支持最高1024像素的材质源图像素材, SY2最高仅支持512像素。 关于素材图像大小, 虽然是1024和512数字上差一倍, 但对于计算机来说是几何级别的倍数, 天与地的画质变化。 举例来说, SY2已经满足4K级别画质, 而SY2还停留在720P画质。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使用SY2画画会觉得比SY2画面更清晰。 再则, 现在的新电脑配置的内存至少都是8G起步了, 用SY最大限制调用4G内存, 完全不能发挥电脑的性能。 好了, 显而易见, 选SY还是SY2, 没什么可纠结, 用SY2就对了。 无论Windows 7系统或Windows 10系统, 或即将到来的Windows 11系统, 目前SY2都是最好的选择。 科技不断发展, 用心不用旧。 况且, SY已经是十多年前的软件, 不支持Windows 10系统和大于2K分辨率的屏幕。 很多人遇到Windows 10打开SY一带, 窗口界面文字很小等问题, 均是SY不支持造成的。 而Windows 10系统发布以来, 经常更新修复, 被大家笑称为Bug系统。 所以, 更推荐大家更新SY2到最新版本, 无论是功能还是兼容性都有很大的提高。